各位朋友,我是澳洲佛威廉,大極四家佛威廉。 只要有些時間,我又講一個話題。 關於最近在國際上,很多國家已經是民眾計劃籌集中各方面的意見, 準備向中共追共索償。 即是關於中共病毒、肺炎傳播, 全世界造成了人命,死了人和經濟受損。 這些國家、這些家庭、這些個人, 向中共追究索償。 這件事當然,全世界受害民眾的呼聲, 這些是屬於正義的呼聲。 這個狼潮一旦掀起了,一旦發展上來, 可以說,但是中共是無法阻擋, 也會造成中共一個徹底的崩潰。 作為我們另一種受中共迫害的中國人呢, 即是說在1950年開始, 開始一日幾十年來遭受中共迫害, 包括人命和財產損失的。 這些家庭、這些後代, 我們都是有權向中共追究索償的。 追究中共的。 很多家庭都是這樣的。 特別有些還在海外, 在香港、美國、歐美國國家, 回到中國, 1950年之後, 回到中國建設新中國的。 這種愛國者, 所謂的我們中華民族子孫, 愛國, 很多。 至於我來說, 當然大家知道, 我的家庭是歷史之外。 我又說了一個, 有個朋友, 他本來就是國民黨時期的文狼基的飞機師。 當他廣州監況之前, 他就裝了很多人, 要逃亡的, 要走爛的那些有錢人, 飛機就飛了去香港, 降低在啟特機場。 那些乘客就走了。 那些乘客就走了。 當時的幾個機組, 幾個人的傷害, 究竟飛不飛回中國, 飛不飛回廣州。 因為他們的飛機是屬於中華民國政府的民航機。 是中華民國政府的民航機。 他們飛去香港之後, 他們就停留在那裡。 正在考慮要不要飛回廣州。 因為飛回廣州, 廣州那時已經解放了。 是解放軍控制了機場。 所以他們就在香港逗留了幾個月。 當時呢, 國民黨台灣那邊呢, 也都找人去遊說, 叫他們飛去台灣。 將飛去飛去台灣。 但是呢, 這個機場本身呢, 他是在中國, 即是在廣州。 是吧? 長大的嘛。 是吧? 他是在廣州工作的嘛。 他家裡、家裡都在廣州的嘛。 所以他就, 自己本身認為是中國人。 所以, 他對共產黨的認識, 也都不是很了解。 也都不深的。 所以, 以為說共產黨是解放了全中國。 現在要建設室中國了。 那你們在海外呢, 你們直回去建設室中國。 那他就抱著什麼心理呢? 就欠那些機組人員呢, 跟著他, 就飛回去廣州。 在香港飛回廣州。 那當時呢, 當然啊, 一架這麼大的客機, 飛回廣州。 是吧? 值很多錢的嘛。 第一個就。 第二個呢, 中國那些新政府的民狂業, 都需要使用的嘛。 飛機要使用的嘛。 所以, 廣州政府就, 哎呀, 給了一個獎勵他啦。 又表揚他啦。 又說他愛國, 又說他點點點啦。 結果呢, 他就在廣州就繼續他飛機師的工作。 但是到各個運動, 慢慢慢慢, 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的時候, 就抓了他出來, 說他是特務, 是國民黨的特務, 回到中國, 回到香港, 飛回到中國是要做抖動的, 坐底的, 潛伏的特務, 鬥到他呢, 半生半死了, 是不是? 鬥到半生半死了。 結果呢, 他兩夫妻呢, 他老婆呢, 在學校做監司的。 兩個退休了, 這兩個老爺呢, 就在那兒捱了。 後來這個老人, 就是鬥得很慘啦, 結果他都死了啦。 就是, 剩下一個老婆。 但是他老婆就還沒死。 後來到文化大革命之後呢, 他老婆因為是做教師的嘛, 是文化人嘛, 他就寫了一本書, 那個書名好像叫做《飛月珠峰》 不知道怎樣的。 總之呢, 他的書呢, 就是講他老公這件事, 全部從他講完出來。 直到早幾年呢, 我們這個華人, 這個舞會啊, 那些老人運動, 跳一些交義舞啊, 他都八成八十歲的啦。 這個啊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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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的老婆呢, 就是這個機長的, 飛機師的老婆, 都有來參加一跳舞的。 身體都不錯, 挺健康的。 那他就給了一本書, 就是他出的書給我。 那從這件事可以看到, 這一件事啊, 你說中共應該怎樣去賠償啊? 一條人命, 鬥到他半死了, 結果回來就病死了。 另外呢, 整架飛機啊, 是國民黨政府的, 國民黨的民抗公司的飛機來的, 飛了去香港了, 就飛回來, 交給中共政府。 你可想不知, 當時的飛機, 是黑機, 是多少錢呢? 一個錢的問題, 一個就是生命的問題, 他的家庭的人, 受迫害他們的問題。 你說應不應該追究中國賠償呢? 他的後人呢? 我說他的子女啊, 他的家屬啊。 什麼叫正義啊? 什麼叫公平啊? 所以我認為呢, 全世界有很多這種人的, 可以覺得數以萬計, 幾百萬, 成千萬的這種人。 在海外到處都有啊。 我剛才說過飛機師, 那個大太就是來了澳洲的, 那些子女有移民在澳洲的。 所以, 這種人應該要團結出來, 一切, 將那些所謂家庭的那些, 訴求迫害的歷史, 這些個案, 一件一件, 集中起來, 向聯合國投訴, 向國際法庭起訴中共, 要他賠償。 另一方面, 就是那些, 中共病毒, 受中共病毒毒害的, 傷害的, 這些全世界的人, 一起來。 所以我今天說, 就是, 好像我們這種, 受中共迫害, 家破人亡, 生命財產遭受損失的, 這個家庭的口袋, 應該一齊起來, 向中共追究, 索尚。 是吧? 作為我本人來說, 賠償對我來說, 沒什麼意義的了, 我們一家人的後代, 已經在海外生活了, 有屋, 有生意, 自己有事, 錢錢賠償對我們來說, 不是的, 沒有什麼大意義, 但是, 從名譽上, 所謂中國人說, 就是爭口氣, 那口氣, 真是吞不住, 忍不住, 我的希望就是, 中共要倒台, 落台, 賠償沒什麼意義的, 對我來說是沒什麼意義的, 因為我不需要這麼多錢, 但是我提出要中國賠幾百億, 為什麼要不賠幾百億呢? 就是要逼它落台, 跨台, 就算賠了些錢, 都是準備來做推翻中共, 把中共的本錢, 的費用, 要把中共推到中共的費用, 所以賠不賠錢, 意義不大, 關鍵是中共要落台, 倒台, 要跨台, 所以我今天呢, 又是, 準備這個, 關於這個, 追究中共賠償, 索償, 這種世界性的浪潮, 正在獻起, 我們這種遭受中共迫害的人呢, 我們都要參與, 一起向中共索償, 是吧? 所以我就向各位講這件事, 希望大家想想, 我講的有沒有道理, 這樣說法, 對嗎? 應不應該專業中共, 大家想想, 我是澳洲太極社交學系列, 今天就好, 講了這點, 多謝各位, 多謝。 多謝。 多謝。